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唐朝时的大吉村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李老汉的儿子李一飞做了土匪 这让村民们都十分震惊 因为李一飞算是村子里的骄傲 从小这孩子就聪明,学问也好 16岁那年就靠中了秀才 只不过李家的家境贫寒 就连李一飞上学的学费都是村民们凑的 当时村民都觉得他是个人才 大家都希望等他将来飞黄藤会帮扶相礼 没想到却是这么个结果 于是愤怒的村民都来到了李老汉家 当初全村人都希望他能出人头地 但他现在却成了土匪 这让我们如何接受 李老汉都说你会教育孩子 难道就是这么教育的吗 其实也不怪村民们那么愤怒 因为土匪经常下山来他们村子 不仅抢走了家中值钱的财物 而且还经常烧火杀人 村子里谁家都有亲人被土匪害死 所以大家的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面对村民们的质问 李老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李一飞的妻子孙氏说 这里一定有误会 我去官府问个清楚 可奇怪的是 孙氏从官府回来后却对这件事闭口不提 于是村民们就认为李一飞做了土匪 没过多久就有人发现李一飞的遗体 就在树丛之中 李家上下无比悲痛 李老汉更是几度昏厥 他们想将遗体带回村子安葬 怎奈村民堵住了村口 像李一飞这样的人 怎么能让他进村子呢 使李老汉跪下来哀求 他已经死了 你们就让我们进去吧 可无论怎么说村民就是不让进 而这时有村民看到 几百条大蛇盘踞在村口 而他们都围在李一飞的棺材前 似乎是在送他最后一程 这让在场的人算是大开了眼界 他们不不明白李一飞一介书生 为何会有如此大的牌面呢 面对村民们不友善的目光 大蛇们也毫不客气地瞪了回去 村民们很害怕 他们纷纷避嚷 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咄咄逼人 就这样李一飞还是被安葬在村子里 曾经有村里的老人说 有这么多条大蛇来送李一飞 看来他做了很多善事 大家总有一天会想明白的 只不过他们一家人都受尽了村民们的欺负 甚至有村民让他们离开 李老汉在这样的悲伤中去世了 临死之前他问儿媳 一飞没有做对不起大伙的事对吗 孙氏点点头 他没有做对不起大家的事 早晚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李老汉终于安心了 他平静地去世 李一飞去世时 他的儿子李仲文还不到一岁 所以他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父亲让他在小伙伴面前抬不起头来 甚至有小孩经常打他 因此他很讨厌自己的父亲 这一天又有一个孩子要打他 李仲文无法忍受 他就奋起反击 反而将那个孩子打伤了 当时小孩说 我回家告诉我父母去 当天晚上孩子的家长就找来了 他们对孙氏母子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父亲当土匪 儿子能好到哪里去 对方气势汹汹 这让李仲文很害怕 而孙氏也是一脸泪水 因为当年的那件事 孙氏一直谨小声微 他也一直告诫儿子不要惹事 儿子很听话 他相信儿子 所以孙氏也维护儿子 平时你儿子在村子里就打其他小伙伴 今天要不是他先动手 我的儿子也不会这样 孩子的父母没想到孙氏居然敢反抗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 将孙氏母子打了一顿 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说 我们的儿子再不好 也比李仲文的父亲强 母子俩被打得浑身都是伤 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失声痛哭 而这时有一条大蛇赶来 他对母子二人说 我帮你们报仇 第二天村子里就传出打李仲文的那户人家 夜里来了很多大蛇 他们对他家又打又砸 当初李一飞出事的时候 大蛇曾经来过 村民们明白这是大蛇在教训那对父母呢 没过多久孩子的父母就向孙氏母子道歉 还赔偿了他们无仰银子 从那时起村民们便不再敢招惹孙氏母子 他们也能在村子里平安度日 渐渐地李仲文长大了 他开始跟一群闲散的朋友 在一起吃喝玩乐 甚至还经常出入赌场 就这样李仲文欠的银子越来越多 很快就有债主找上门来 他们找到了孙氏 你的儿子欠了我们很多银子 他还不上 你这个做母亲的就帮他还了吧 孙氏平日里靠着给人洗衣服和种地为生 儿子欠下了一百两的银子 他不知道该如何偿还 最后他不得不将李一飞送给自己的金钗 给了他们 他们这才暂时地走了 即使日子再难过 孙氏都没想过将金钗卖掉 如今为了儿子他不得不这么做 他来到丈夫的坟前哭诉 小时候这么听话的孩子 怎么长大了就变成这样了呢 而更让他伤心的是 儿子现在不学无术 再这么下去 恐怕儿子也要走上一条不归路 孙氏的朋友说 你的儿子之所以变成这样 就是缺少锤打 让他吃一次亏就好了 这让孙氏受了启发 看来他是应该给儿子点教训了 可此时的孙氏却犯起了仇 他要如何做呢 思来想去 他决定去找蛇王 于是他上山找到了蛇王 这些年来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他们家的日子要比现在难过的许多 每个月蛇王都会让大蛇给自己送吃的 有时还会带一些野鸡兔子之类的 让孙氏去集市贩卖 孙氏说 也真是麻烦你了 这么多年你们对我们这么照顾 蛇王说 你不必客气 如果当初不是李一飞救了我一命 我也活不到现在 当时李一飞在山寨里 土匪们打算抓一条蛇来吃肉 不幸蛇王就是当年的那条小蛇 李一飞觉得他很可怜 于是就趁着土匪们不再悄悄地把他放了 蛇王这才得以逃脱 所以这么多年 他才会守护李一飞的家人 与救命之恩比起来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件事情只有他和孙氏知道 当孙氏说明了此次前来的目的 蛇王思考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一定要让李仲文改邪归正 李仲文欠了不少钱 母亲为了帮他每日忙碌奔波 这一切他都不放在心上 等我以后有钱了 我一定会让母亲享福的 李仲文一直觉得自己能赚大钱 只是缺少机会而已 他在外面待了几天 身上的银子也都花光了 这才想起回家来 令李仲文没有想到的是 回到家中 母亲居然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李仲文惊讶地问 母亲 我们过年都没有吃这么好 您是发财了吗 孙氏这时说 我们遇到贵人了 孙氏告诉儿子 他的父亲当年曾经救过一个人 如今这个人飞黄腾达了 贵人叫做陶武 不仅给了孙氏一百两银子 还要带着李仲文做生意 李仲文简直不敢相信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 落到他的身上 吃完饭便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陶武 陶武见到他很高兴 当即就把李仲文留下了 李仲文住在豪华的宅子里 吃喝用度全都是最好的 还有不少下人伺候着 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 不仅如此 陶武还给了李仲文一百两银子 让他随便花 不够了再上他这里来要 李仲文请朋友上最好的酒楼 吃了一顿饭 他对朋友们说 我以后都会过这样的日子 朋友们都为他表示祝贺 还是要一辈子与他做好兄弟 陶武带着李仲文做生意 只要和人说上几句话 再寒暄几句 陶武就赚了上千两的银子 李仲文自言自语 这做生意只要有本钱 就算乞丐也能做 他觉得做生意很容易 于是他找上了陶武 希望能见些银子 您放心 半年之后 我会连本带利地将银子还给您的 陶武借给李仲文一千两银子 不过每个月都要有利息 对此李仲文没有异议 有了银子的李仲文 并没有给予做生意 他反而请朋友们 在城中最好的酒楼吃了一顿 向他们咨询自己要做什么生意 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有个朋友说 当然是开酒楼赚钱了 生意好的话可是日进斗金 另一个朋友说 我听说做药材生意最赚钱 城东的张老汉 就是因为收了珍贵灵芝 这才发了家 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最后李仲文决定一样一样干 他先开了一个酒楼 李仲文花重金请了一位大厨 又请了不少帮厨的人 就这样酒楼开业了 可没过多久酒楼就倒闭了 原因是李仲文的朋友 听说他开了酒楼 都来这里白吃白喝 李仲文爱面子 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酒楼是赚得少赔得多 他最后只能关门大计 他又听说贩卖药材赚钱 在他的朋友牵线搭桥下 他一下子买了不少药材 可是一连几天都没有回信 等他去找那位朋友时 已经人去楼空了 他的钱也被别人骗得血本无归 李仲文不仅将桃武 给他的一千两银子花光了 外面更是负债累累 于是他去找朋友借钱 可之前与他吃喝的朋友 都紧闭大门 李仲文在外面骂道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 当初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 如今我落魄了 你们跑得比兔子都快 可不管他怎么骂 朋友们都不开门 李仲文这时才明白 他所谓的朋友 不过是在他风光时 跟着张光而已 李仲文回到家 桃武已经等在那里了 桃武说 还款的期限到了 你该还我的银子了 李仲文这是哪里还拿得出钱 他请求桃武再宽限几日 但是一向温和的桃武 这时却露出了十分凶狠的样子 既然你还不了银子 那就要给我去做苦力 一群人就拉着李仲文往外走 任凭孙氏在后面哭得伤心 他们也不管不顾 等来 到了地方 每天三顿窝头 吃着咸菜 菜里是没有有的 早上太阳没有升起时 就要起来干活 天黑了才收工 李仲文现在才知道 什么是苦日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他变得吃苦耐劳 也不抱怨了 李仲文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多赚钱 赶快将借的银子还上 只有这样他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看差不多了 桃武带着孙氏找到了李仲文 李仲文这才明白母亲的用心良苦 他跪下来说 从此以后我一定要老实做人 等赚了钱就让你想福 桃武就是那条蛇王化成的 他先是借给李仲文银子 等他挥霍一空后 就让他去做苦力 这么做都是为了李仲文 能知道赚钱很难 希望他不要再好高欧远游手好闲了 这些都是他和孙氏计划好的 没想到效果显著 李仲文果然走了正路 从那天起李仲文开始远离那些朋友 他不再做发大财的美梦 而是踏实的干活 后来在蛇王的帮助下 李仲文做起了生意 他从卖西瓜开始 一步步做大做强 几年后李仲文就攒下了不少银子 他们也终于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看着儿子现在的模样 孙氏终于可以放心了 很快他就一病不起 可孙氏心中还有一个遗愿 那就是找到杀害他丈夫的凶手 原来李仪飞并非真的做了土匪 他只不过是在那里做接应 目的就是帮助官府将土匪们一网打尽 当他传递消息时被土匪发现了 土匪们将他杀死了 不过消息已经传递出去 官府的人将那群土匪合力消灭了 有一位土匪头目逃了出来 就是他杀的丈夫 因为怕土匪头目报复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公布李仪飞的死因 这些年来孙氏一直将土匪头目的画像收藏起来 如今儿子有了出息 他应该能替父报仇了 李仲文这才明白自己的父亲 非但不是土匪 还是一个英雄 不能让父亲白死 他花了大价钱 找了很多人帮忙寻找画像上的这个人 但消息都是陈大海 孙氏很快就去世了 他到死也没看到凶手被捉住 与此同时 家中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 李仲文便要盖一间新房子 他雇了很多木匠 在打地基的时候 木匠们发现地基下居然有很多击骨头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这件事透着古怪 面对周围人议论纷纷 只有一位老汉将李仲文拉到一边说 估计杀害你父亲的土匪 要来找你了 你活不过三天了 击骨头埋在房下 那代表着有人来寻仇 而且是血海深仇 李仲文听到这话并没有害怕 他说道 他杀害我父亲 那么我也不会对他客气的 让他放马过来吧 这天晚上周围的人都离开了 突然从后面冲出一个人来 李仲文看过画像 知道这人便是那个土匪 土匪说 如果不是你父亲 我现在还要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何至于逃命 山寨被毁 土匪也没了钱财 他的日子捉襟见肘 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李仪飞 如今他还不容易隐姓埋名 李仪飞的儿子却不肯放过他 我最近才知道你是他的儿子 既然他不让我好过 我就让你下去和他团圆 说完土匪就冲上来 要将李仲文杀死 李仲文哪里是土匪的对手 他很快地就身负重伤 土匪得意地说 你是英雄的儿子又怎样 我看谁来救你 就在此时周围的百姓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他们说道 因为李仪飞我们 才免了土匪的侵扰 而我们却误会他们这么多年 我们和土匪拼了 土匪没料到会是这样 他被一群人围在一起 很快就缴械投降了 最后官府的人将他带走 原来村民们得知真相后 都悔恨不已 没想到李仪飞从来没有忘记过相亲 甚至用生命保护了大家 尤其当老汉提醒李仲文 他活不过三日 村民们说 不管李仲文的命是怎么样 我们都要尽力保护他 哪怕是我们丢掉了性命 李仪飞因投桃报李 保护村民而失去生命 如今为了救他儿子 村民们也毫无退缩 这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后来李仲文过着平安幸福的日子 而他也以父亲为榜样 做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